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用一下雅诗丸带这款大名鼎鼎的钢铁侠面膜 那这款面膜它就不像平价面膜那种价格那么友好 但是我觉得它在这种专柜级别的纸质面膜里边 算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款面膜它就是主打一个对皮肤的修复的功能 那这一点我也是深有感受的 就是因为我在我婚礼之前的前十天 每天晚上连续用一个这个面膜 我也没有去美容院 我也没有做过任何的皮肤管理 而且我当时回国我的气候和我的季节都变了 我就真的很怕我皮肤变得很不适应 长痘什么的 所以我就连续十天用这个面膜 我的皮肤整体的状态维持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真的是我近几年 我皮肤都没有达到一个这么好的状态 达到了一个巅峰 所以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惊讶的 那这款面膜呢我也不会说是天天用 我基本上就是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 或者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或者活动的时候 我都会马上用一下这个钢铁侠的面膜 它真的非常的厉害 那它里面呢是有上下两部分的 一般呢就是先敷下面然后再敷上面 这个面膜之所以它叫钢铁侠面膜 就是因为它面膜外面有一层这种银色的像锡纸一样 这个锡纸呢它可以把你体温散发出来的这种温度完全锁在里面 这样呢你毛孔会打开 那它的精华液呢就非常容易吸收 而且在敷的时候你也会慢慢觉得有一点点发热的这种感觉 那我现在敷着这个面膜因为它是比较硬的 所以我说话不是特别的方便 我先敷然后之后我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感受 Aaron Woman回来了 那这个面膜呢我敷了有20分钟 因为像这种比较贵的当然要多敷一敷 那这样摸起来 它表面呢现在就是温温热热的 在脸上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比较干的地方呢它会稍稍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 总之呢就是现在摸起来也是这种温热的 非常非常的享受 那我把它摘下来 钢铁侠面膜的这个精华液呢是那种非常粘稠的 看起来是有一些发黄的那种精华液 它味道呢也非常的好闻 就是一种很天然的植物的味道 那可以看它里面呢就是一个这样的面膜质 它这个面膜质其实还是算比较薄一些的 然后外面是有这个锡箔纸 它就可以让它加热 那这款面膜用过之后 你真的会觉得你的皮肤是肉眼可见的那种在变好 而且它变好的这个持续的程度不是说 我过一个一两个小时像评价面膜那些 它只是当时的一个及时的补水啊 或者提亮的那种感觉 它是到你明天早上起来之后 它依然会让你的皮肤保持在一个很好很好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款面膜呢 它虽然是价格不算便宜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比如结婚的时候 你真的是可以坚持去用一个星期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给钢铁侠面膜的一个比较真实的评价 那我们就明天见吧 拜拜